在公共场合给男朋友发羞羞的信息 在公共场合给男朋友发羞羞的消息 他点开了 不可思议的看着我 开始紧张地往箱旁边 锁上手机声怕被人看见 喝口水来缓解自己 没忍住又仔细看了看 开始望着我羞羞的傻笑 哈哈哈哈这个憨憨 在公共场合给男朋友发了羞羞的信息 反应大道收到兄弟对他的嘲笑 无脸害羞 不敢直视我 再次给男朋友发羞羞的信息 认真查看 视察周围 气势待发 干啥呢 在公共场合给男朋友发羞羞信息 他点开了 干什么啊 不行吗 不行啊 你自己说的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在车站准备坐车回家了 然后朱家豪去厕所了 我要调整一下在公共场合给他发羞羞的信息 看他是什么反应 你知道吗 你来 干嘛 干什么 你来 你来干什么 干嘛 你来干嘛 你来干嘛 没有猜不生 测试在公众场合给男朋友发羞羞的信息 男人收到了一条短信 修长的手拿起手机 看到消息后瞳孔放大 嘴角邪妹一笑 朝对面的魅力女人招了招手 喝女人你这是在玩火 在公共场合当着我妈的面 给男朋友发羞羞的消息 他俩聊得正开心 突然收到我的消息 哈哈 开始傻笑 哈哈还摇头拒绝我 再疯狂地给我招手让我出去 快过来快过来 快过来呀 干嘛 不是你大白天的你老在里面想啥呀 我想啥啦 等会我们先把咱妈送回去 什么咱妈那是我妈 咱都妈是妈 我们先把妈送回去 然后我们俩再回去 然后在你那上面说的那样 说我说啥我开玩笑的 你不想回去啊 那这也可以啊 这也可以啊 这也可以啊 因为你爱上这个夏末 我也来试试给男朋友发羞羞的信息 我跟他说要去洗手机 这是我的暗示观察 他看到了 还十四处帮忙 又开始疯狂地 身后可能看见 我要进去了 冲冲冲 我的咖啡 我的眼神好像在我 真的吗 想什么呢